现在只有一办法 只要算我也省事活 我就会有机会 向天纯新报道 求局我求你帮我 你帮我这一次好不好 求局我求你 我求你答应跟我离婚 求局我求你 我求你了 你答应我好吗求局 我求你了 你不要逼我 我做不到 真的不要 求局 你对我娘承诺过什么 你说你会照顾我帮助 就算不为了我 也为了给我抢为了我娘好不好 就算要我向你下跪 我也愿意 要我客服我也愿意 求局你受得起 我上不过你 我上不过你 求局你受得起 你受得起 这些年来 你还行无苦的拉扯我 你有一辈子的青春照顾我 保护我 你受得起 求局只要你答应离婚 我绝对会辜负你的一片苦心 我求你了求局 你 死要求局跟你离婚 为什么 爹 我怎么就听不懂了 什么叫求局跟你离婚 你就能飞黄等达 你给我说个明白 说明白 爹 没事的 你先回去歇着吧 你不要替这个畜生说话 你为什么要跟求局离婚 求局哪里对不住你了 不 爹 这些年来 求局受了多少苦 你知道吗 你现在身份不同了 是大学生了 有好工作了 就要跟求局离婚 你还是人吗 爹 你误会了 我不是自认为自己了不起 求局的辛苦 我都清楚都知道 你知道什么 你看看这双手 比我的手还粗 全是剪子 全是烫伤割伤 这还是一双女人家的手 她为了养活我们 把自己弄得比牛还牢牢 比驴还累呀 你好好看看 难道你就不心疼 不可怜 对着这双手 你还说得出离婚这两个字吗 爹 你真的不明白我的良苦用心啊 我不是要和求局真的离婚 不是要真的抛弃他 我只是跟他 我 你还说 你再说 我情愿打死你这个逆子 也不让你对不起求局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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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打 爹 爹 听我说好不好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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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非打死你这个小子 爹 爹 我就当我没养你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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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爹 爹 有沒有好一點 你給我出去 滾出去 滾 秋菊啊 爹 秋菊 你放心 爹 爹給你做主 只要我有一口氣 你就別擔心 好 我沒事的 爹 你要放寬心啊 劉總 這到底怎麼回事 你和秋菊吵得那麼厲害 連老爺都驚動了 你是不是要做什麼對不起他的事 我拜託你不要胡思亂講 不管怎麼樣 這件事 是我和秋菊之間的事 好 那我問你 你為什麼要回孫家做事 你不怕我說出你的事 你要說就去說 孫老闆和雅廷都已經知道我和秋菊的事 他們還肯那麼重用 是因為我揭發了謝文華和丁川賢的勾結 你在孫家那麼久 竟然沒有發現孫家有內贼 你還能教訓我 你說什麼 你就這樣揭穿他們的勾當 這會鬧出人命的你知道嗎 是謝文華自行死路 我告訴你 我早就知道這裡面有鬼 我本來想好好勸你 就在懸崖勒馬 你這把事情給抖出來 那謝文華已經 雪花怎麼辦呢 懸崖勒馬 你少做夢了 如果勸得了你 當初我家就不會那麼慘 你知道嗎 當初我爹對丁川賢 比孫老闆對謝文華更好 你看看我爹現在 請你睜大眼睛看清楚現實 你這樣只說大道理 滿口空話 根本一點意都沒有 你這 你被魂魂惡惡惡 我看你什麼大事都做 沒錯 天間 你一整天都没有吃东西了 郑阳呢 大姐在看着呢 好 秋军 我想现在就跟你把话说开了 我一定要在孙老爷那里做事情 如果没有办法成功 无法向丁川贤报仇的话 我情愿这辈子再也不做人了 不论我怎么说 你也不相信我不会辜负你 既然你这么不信任我 那我就再也不会说了 现在 我给你两个选择 这里 一封 是我们的离婚协议书 另一封呢 是我的遗书 如果你肯在离婚协议书上盖上你的手印 让我去孙老板家做事情 我答应你 我会在最短的时间内 证明给你看 看我有多出息 我一定会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一切 我会让爹 大姐 郑阳 还有你 过上最好最幸福的日子 好 既然你不愿意盖上手印 我也不勉强你了 你等着给我收拾吧 不要 不要 我都不要 我都不要 爹说得对 你是我们高家的二人 所有的一切 都应该由你来决定 我的生死 高家的一命 全部都在你的一面之间 你既然不肯让我 我也不想再撑下去 我这条命 已经不当一回事 要走 你不要走 不要走 我答应你 我什么都答应你 我答应你 你真的愿意 愿意给高家一个三身的机会 我答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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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舅舅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你一定不会后悔 今天做出的决定 一定不会的 我保证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好了 别送了 大姐 你们的婚事在急 还是早点办了吧 好让爹开心一下 说不定爹一开心 他的病就好了 要走 回省城以后 好自为之吧 你放心 我一定好好做事 一路身风啊 一路身风 再见 我一路身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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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人在外 没关系,不报就不报。 好了,那我进去了。 再见。 等我走了之后, 这个家就靠你, 靠秋菊了。 你放心吧。 好, 走了。 秋菊, 秋菊, 耀宗这次回来, 没让你做什么让步吧? 没什么的, 耀宗只是回去做事。 放心,我心动了她。 她这次回来, 等下你坦白孙小姐的事, 我就放心了过来。 秋菊, 我想和卉杉完婚以后, 继续回上城做事。 你放心, 我不会让她对不起你的。 我们回去吧, 另一个人在家呢, 这样,走。 你以前的事我不再追究了。 从今以后, 你要专心地为我做事。 如果你让雅婷受了半点委屈, 我依然会把你打回原形的。 是。 哦, 还有一件事。 许家静说她要请假照顾一位同乡。 其实那位同乡, 是我大姐。 许家静以前曾经抛弃过我大姐, 害得我大姐发了疯。 现在, 她为了弥补, 愿意娶我大姐为妻。 我是担心许家静会到处说我的事, 而影响到雅婷的心情。 我会安排许家军到别处做事。 现在, 时间越来越紧迫。 没空管家军。 在国外成立纸上公司的事, 你继续安排。 我们先以交易的名义, 把钱转出国。 过一阵子, 我们全部先到台湾, 再次计划。 小松。 难得你今天那么准时, 就迟到了那么一点点。 算了, 就装使我早到了好了。 那, 要我怎么赔资补偿啊? 不要赔偿, 我的时间都是你的。 你爱迟到多久, 是你的权利。 雅婷, 我想让你帮我一件事。 什么事啊? 嗯, 过两天呢, 是我大姐和嘉静的婚礼。 不管怎么样, 我总得参加。 不是都和那边断了关系吗? 干嘛还要去啊? 不是啊。 我参加完他们这次的婚礼之后呢, 我以后就真的不回去了。 你就帮我买一次努定, 好不好? 喂, 求你了, 好不好? 嗯? 啊? 好吧, 我要和你一起去。 你也去? 对啊, 我要看看那个林秋菊, 我要看看她到底还有没有救赞你。 妈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不要告诉大姐和家君 今天咱们大喜 别让咱们心里难过 没良心的东西 爹 大姐 我回来了 大小姐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爹 这是我大姐 这位是孙老板的女儿 也是我的同学 孙雅庭小姐 你们好 家君 你要大喜了 怎么也不说一声啊 爹叫我带李金来 算是他的一份心意 多谢老板 姚总啊 你怎么能够这样 怠慢你的贵客啊 连正阳都不介绍啊 爹 乖 有朋友啊 这是秋菊 这边是孙雅庭小姐 那我一会儿收拾房间 让孙小姐住一下 你不用忙了 雅庭会住在城里的饭店里 我去买菜好了 来 给我 正阳 走 秋菊 我送雅庭回酒店 很快就回来 哎呀 我的耳环不见了 不知道是不是丢在屋子里了 我去看看 好啊 你的手艺不错 做的菜还挺好吃的 哪里 是你不嫌弃 你有儿子 是耀宗的吗 我听说你刚过门的时候 耀宗才只有八岁 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你们是夫妻吗 当初 是为了让耀宗的娘 可以安心地走 才安排这桩婚事的 其实我 我心里一直有别人 嫁给耀宗 不是我自愿 真的呀 那耀宗还真没有说假话 只是 我不知道 你和别人还有孩子 他突然误会了 他突然误会了耀宗 原来孩子还真不是耀宗的 孙小姐 老爷让我待在高角 我只想好好地伺候老爷 拉扯孩子长大 这样我就心满意了 可是 你一个女人家带孩子 是不是太辛苦了 对女人来说 孩子比什么都重要 为了孩子的幸福 自己再苦都不要紧的 只要看见孩子的笑容 什么苦 什么累 早就跑到九霄营外去了 丫婷 你放哪儿了 我找不到你 那我最少找看 在这儿呢 我真是麻糊 不好意思啊 好了 那我们走了 谢谢你 还特地帮我去找啊 累死我了 你们家的椅子好不舒服啊 坐得我腰酸被动的 快给我捏一下 好 姚宗啊 我觉得你真的特别了不起 能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中 努力向上 我真的好佩服你啊 我爹呢 把家里的事情都交给你做 一定会特别放心的 夫人说过 人不怕出生爹 最怕没志气 这句话 我记得很清楚 你说的每句话 我也都记着呢 还好你没有骗我 原来你和秋菊结婚 真的是为了做给你娘看 可是今天那个小孩 叫你爹的时候 吓了我一跳呢 郑阳一直以来都叫我爹 都已经叫习惯了 我觉得秋菊被人抛弃 真的好可怜 但是她一定会是一个特别好的母亲 她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爹和郑阳的 所以呢 你不用再担心你爹了 你大姐结婚以后 有我爹给他们的钱 一定会好好收获一辈子的 孙老爷为人 这么宽厚 我想我爹和秋菊 一定很感激 你怎么还叫他孙老爷 早晚有一天 你得叫他一声爹 我爹 我爹 爹和大姐 有没有发现 我昨天晚上不在 他们昨晚很早就睡了 你 昨晚去哪了 怎么现在才回来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我送了 孙小姐回去之后呢 回来的路上 遇见了以前学校的同学 我们好多年没见面了 所以就去 一起聚了一聚 聊到可天亮了 我都睡着了 我差点忘了回来 快继续把脸换件衣服吧 今天是大姐和家俊成亲的日子 一会儿家俊就要来迎娶了 好吧 那我先回屋 咕咕好漂亮 秋军 这是真的吗 我真的要嫁给家俊了吗 这是真的 你和家俊的感情 已经开花结果 不会生变吗 秋军 谢谢你 要不是你 你别这么说 这都是大姐你的命 已经苦了十多年了 可以看到你得到幸福 我比什么都开心 当年 娘走的时候 把耀宗托付给我 这么多年 我不只是高家的幸福 甚至还是 还是你和耀宗的娘星 可以看到你们过得好 我一切都值得了 我都愿意了 但是 我怕耀宗对不起你 看到他和那个孙雅婷 亲密的态度 我真的放心不下 我 没事的 他只是他同学 不跟班西了 什么同学啊 看他们的样子 根本就不是 你不要替他掩饰了 别 老爷 你别生气了 孙小姐已经知道 耀宗有妻事 有孩子 会得他死心的 妻子 你自己去问问耀宗 真的没什么好问的 出什么事了 小军 你有事情瞒着我吗 真的没有 我实在忍不下去了